你知道如何在iPhone中快速删除讯息吗? 只需双指下滑,你就可以大批量的删除掉这些对话 但如果你不小心将重要的对话删除了 应该要如何将删除的iPhone简讯复原呢? 这里为大家总结了两种有效的iPhone讯息复原方法 让我们一起跟着影片往下看吧 如果你曾经使用过iTest备份过手机 那么你可以选择从iTest备份中将iPhone讯息复原 这里要注意的是,你需要选择正确的备份档案 否则你删除的简讯就不会被救回 操作完成后,备份档案将会覆盖你现有的档案 且在iTest备份中不能够只复原一部分档案 首先,你需要将iPhone连接到电脑上 打开iTest,点击回复备份 然后选择你想要的简讯的备份档案 点击备份后,iTest会开始将备份档案恢复到你的iPhone中 等待程式走完就好了 你的iPhone简讯也就这样复原了 但如果你没有备份档案或者是不想要覆盖手机现有的档案 那你可以选择下面的这种方法 这里我们将使用iPhone D-Bag为您讲解 您可以通过描述中的连接来进行下载哦 它有很高的机率可以救回您的数据 让我们一起来试一试吧 首先将您的iPhone连接到电脑上 打开D-Bag 选择从iOS装置恢复 这里您可以看到有很多种不同的数据类型可供选择 那我们只用不原讯息 所以只选讯息即可 接着点选扫描 D-Bag将会扫描您删除的简讯 这里需要一些时间 请您耐心等待 扫描结束后 您就可以看到删除的讯息 选择您想要做回的简讯并点击回复 您想要的讯息就可以成功做回了 这个方法只要通过简单几个点击就可以完成 而且成功率极高 快去试试吧 如果你也觉得这期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 不要忘记给我们点赞哦 让我们下条影片见吧 拜拜